其实分析师预测未来的涨还是低 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听听 这些明星的分析师 看多和看涨的理由 目前看空的声音 还是绝大多数的 突出的代表就是 有我们很熟悉的这位 打空头打磨的首席分析师 Michael Wilson 他也是去年预测最准的分析师之一 他看空的理由 就是用的股市的风险溢价 叫ERP 我专门有培训的视频 讲过这个概念 不了解的可以去看看 总之现在股市的ERP还不够高 意味着股市相对于债势 是没有吸引力的 所以说他判断股市会跌 而且最近股市涨了 Wilson对他的观点还加倍的下足 认为很快会大跌 大跌22% 他说的是 去年预测最准的分析师 还有美银的首席Mike Hannett 他也是看空的 他最近给的理由 是美国的流动性 在枯竭 比方说国债的买卖价差 现在是越来越大 而且银行的这边 的信贷正在收紧 尤其是这次爆了以后 银行信贷更是收紧的厉害 收紧信贷 广义货币减少 自然股市会跌 最近还有一位看空的分析师 就是小摩的这位Konavik 他也是加入了看空的行李 这哥们去年是看多的 所以说肯定是不准的 不过21年他说的是最准的 是21年最亮眼的分析师之一 他现在看空的理由很简单 就说你不能跟美联储作对 美联储说了今年不降息 但是市场预计还是要降 大家还都在去买风险的资产 这还能不跌吗 这些看空的理由 看起来都还是很有道理的 对吧 不过我们也来看一个典型的 看多的大牌分析师的理由 就是这位林美宜的策略师 Savita 他说当大部分分析师看空 也就是华尔街出现很强的 卖出的指标的时候 股市就会往反方向走 就要走高了 他还对这个观点做了历史回撤 他说就是在强烈卖出的指标的时候 股市接下去12个月 94%的概率都是涨的 94%的胜率很高了 这就是所谓的立项思维 大家觉得你更认可谁的理由 欢迎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